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统府的发言 古拉斯 他跟一个有妇之妇 就是他的随妇 这随妇叫李世新 那怎么会有随妇呢 原来他去年去花莲代表民进党选县长 他的对手是夫婚旗的太太 习政卫 习政卫寻求连任当然非常强 那民进党派出也很强的古拉斯 其实民进党过去在这里本来是摘萧美琴 萧美琴也曾经在这里当选过立委 我们知道花莲就一席县长一席立委 所以他选票结构是一样的 那没想到萧美琴 他是要在地经营 结果跑去美国了 那后来大家可以看到就古拉斯代表残嫌 古拉斯是阿米族的 他原来是行政院的发言人 后来当总统的发言人 那当然因为他是等于说原住民嘛 就在非常多的形象上有加婚 可是他在当发言人前 被人家爆料 你曾经酒驾 那酒驾是玲瓏人 结果真的当了行政院发言人 也当了总统的发言人 所以蔡英文对于酒驾 他其实不太在乎的 我们党产会的主委 他也是酒驾 民进党酒驾的人一堆啊 就说你没有当高官了就算了 对不对 当高官了我们就要拿出来讲嘛 那中华文化总会的副总会长啊 因为总会长是总统嘛 副总会长原来派去驻新加坡当大使 他叫司马文武啊 他也是酒驾 所以可见 蔡英文对酒驾不太在乎 对性侵也不太在乎 这两天一堆记者在问我 什么性侵性骚 什么一接二连三的 是 蔡英文的名言 他说陈维庭 高中大学研究所分别三次 跟三个不一样的女性习凶 蔡英文说维庭很年轻啊 对年轻人哦 我们不要让他伤害太深啊 是你去习人家凶的 你说不要让习凶的加害的人 伤害太深 你这个总统莫名其妙垃圾嘛 你这什么总统啊 畜生不如啊 我老实讲 怎么可以这样呢 陈维庭都读到研究所几岁了啊 你还在讲畜生不如 我老实讲 可是你今天看到了 酒驾他也是一样 好古拉斯呢 古拉斯是怎么样 他今天要选总统 选县县长 结果呢 当地 因为他一定跟警察局申请嘛 那当然就是花莲警察局 就会派人 就说这个人可能有 选举期间有安全 重要人士可以跟警方申请 万一他有人身危机或怎么样 这的确有这个全世界皆然 所以他请了 他们也派出一个 也是阿美族的李世鑫 然后当他的随护 结果呢 结果两个人就发展出感情了 那当然啦 这个新闻会那个是 因为李世鑫的太太 他就告了 就是你就是妨害我的配偶权啊 现在通奸已经处罪化了 就是通奸处罪化 就说没有所谓处罪化 就是说没有刑事责任了啦 就刑事责任不管了 检察官不管了 警察不管了啦 我不管了 因为没有刑事责任了 那你只能 你当配偶的人喔 你只能自己去收集资料 然后由这个资料里面去告他 民事 各位懂了吧 所以民进党以后 通奸处罪化 同性恋合法化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民进党有很多政策是 自己认为是很进步的 那当然啦 外界也有很多人 有不一样的看法 这个都就是我们多元社会嘛 好 那通奸处罪化以后 他的配偶 李世鑫的配偶 就去告古拉斯 求偿一百万 你影响我的配偶权 我是他太太啊 法律上太太 所以我是他配偶 那你跟我老公这样的话 損害我的配偶权 我求偿一百万 所以 这个告到花蓮的时候 那法院就会亮出来被告是谁啊 所以一个记者 勤不勤快 有时候你就要去看 你里面的那个绵不绵密啊 以前我们年乐报的那个老高啊 老高是我好朋友 他现在 他已经退休 现在在澎湖啊 他常在中国时报写评论 那 他过去 跑 整栋法院 说得一塌糊涂啊 所以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知道 划警啦 里面人都跟他讲 我告诉你怎么样 他又没什么价值 那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这个记者跑得很厉害 他就发现了 古拉斯成为被告 所以你就会去查 他为什么成为被告 哦 原来你是被对方的配偶告 那这个不用讲了嘛 对不对 这是什么案子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啊 那古拉斯 他们 他跟 哦 这个李世青 今天不略而同 就发出一个声明 说两个人没有发生关系 哦 各位朋友 其实你如果看那个对话 你就知道有没有啦 这个我懒得讲 因为这 所以我平常也不太喜欢去讲这个 因为最主要是古拉斯 是一个很红的政治人物 代表总统武在发言嘛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大的官 代表总统武你可以看嘛 就好像戴伟山是代表赖清德 因为他是赖清德 净贤总部发言人 这个发言人就是代表 这个总部来讲话的 那总统武发言人代表总统武在讲话 所以他是很大很大的官啊 那各位朋友 大家看 那他们两个不略而同 这个很好笑 你如果看他们的对话 简信或什么那些东西 你就知道有没有啊 那 因为 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 老实讲 这种 像总统武今天出来发声明说 这个人的失误 他们没办法评论 古拉斯已经辞职了 那 当然 他一定跟蔡英文报告嘛 说我要辞职 因为我被人家逮到这个嘛 那我跟总统保证 我跟他没有关系 蔡英文一定笑一笑啦 有没有关系 谁是 你是笨蛋吗 你看那个对话就知道了 那我们 我们其实 不去管他的这些 有没有关系 但是 古拉斯一定输啊 这个官司一定输啊 一定输 为什么 因为这是民法的层次啊 民法层次喔 很多情况你要看 那 为什么他会被重用 酒驾他也做了 然后去 介入人家的家庭 他也做了 我老实讲 因为他有个原住民身份 被认为比较弱势 原住民比较不投民进党 所以我们重用 民进党里面的 有亲我们的古拉斯 因为古拉 那个原住民 基本上是不喜欢民进党啊 因为民进党那种 大 台湾人主义喔 过去 在台湾破坏原住民的人 就是所谓的本省人啊 我跟你 我跟各位讲 就是说我们过去 那我过去因为 常跑台湾的三年 每一个 每一个族 我都住够啦 每一个族 以前台湾酒族 我都住够 因为我们 我们去采访 那以前交通很不方便 住 到那边就跟他住那里嘛 住那里 他们很热情嘛 你只要带一些酒上去 酒后不开车 各位朋友不要卖给18岁 你只要带一些酒上去 后期到那边宅货店 就叫一些酒 找他们来 大家都很开心 讲一讲都没有什么隔阂 就是 原住民是没有心机的啦 就是说 你看台湾这么多的人 我最喜欢就是原住民啊 那我们那时候年轻嘛 年轻 他们就 大家就很开心 那你今天看哦 民进党就是要拉拢 所以你是原住民 我就拉拢你 我给你高官 表示我很重视 这当然有他政治的效应 可是你要找的这个人 其实 品格很重要 我告诉你 就品格很重要 就是 譬如说以前 我们在跑新闻的时候 那时候有个台大刚毕业的 的那个 支持党外的 他们叫做 他们创立一个会叫 原住民潜意促进会 叫原潜卫 那这个人就是 现在的原住民主委 宜将拔鹿儿 他以前 他名叫做刘文雄 我们碰面都 因为他以前 还没有用 用现在的宜将拔鹿儿嘛 所以碰到我们 以前都叫他文雄文雄 那 他在 民进党里面 阿扁实在 他看延民会主委 他现在也看延民会主委 因为表示 民进党 会挺他的原住民 本来就不多 民进党能够认为 可以怎么样的 可是他们用了古拉斯 就要负责个责任 那 大家可以看到 在台湾 虽然我们讲多元社会 可是 这个 毕竟社会的那个 这个是比较 不容喜的啦 就不容喜 尤其你是高官嘛 在民进党里面 他其实不一样的 民进党不一样 对不对 民进党其他人都没事 为什么古拉斯就有事 是不是各位 因为他是女人嘛 那那些男人 臭男人都没事啊 柯建明 有婚外情还生一个小三 二十几岁 还有小三跟 生个女儿二十几岁 快三十岁 各位朋友可以上网 你只要 Google 雅乌搜寻 柯建明 好的私生你 就出来 他们还一块吃饭 还被拍到照片 各位朋友 我不是故意要讲别人 我说 因为他是政治人物啦 平常这些 我不太讲的啦 以前张进雄 大家也知道嘛 对不对 张进雄 他现在的 跟他住一起的 跟他住了三四十年 这个猪阿英 这个不是他的原配啊 都很清楚啊 那他也刚 看到行政院长 对不对 那王八千 就不用讲了啦 是不是 他也豪华无伤啊 天天在政治上评论 这个 骂那个啊 他也骂过我啊 我是懒得理他 但是我告诉各位 在平常里面 男人做的事情 都没什么关系 女人 女人就要下台啊 这个是性别的差异啊 我不骗你啊 古拉斯为什么要下台 介入人家的家庭啊 那这些男人呢 他有没有 他有没有破坏自己的家庭 有啊 是不是 所以我跟各位讲 真的不一样啊 就好像周一寇 抱怨啊 说有人跟他姓骚 讲了好几年了 蔡英文来把他找去 问说是谁 一个部长级的姓骚 我两次 周一寇跟总统讲啊 蔡总统有没有做处理 没有 有啦他有做处理 他让这个 姓骚老周一寇 这个人一直一路升官 他让这个人一路升官 他有没有处理 有 他用这个方式来处理 为什么我每天骂他垃圾总统 他没有是非啊 对不对 我讲他没有是非 各位 各位我们要讲是非啊 总统是最没有是非 最没资格讲这个的嘛 为什么骂他垃圾总统 各位我 我不是随便喜欢骂人的 但是我们看 民进党 他其实在台湾掌控多数媒体 今天NCC要给静周刊够了 静电视够了 对不对 国民党要去抗议了 民进党非常清楚 你怎么抗议 我就是要给他够 为什么 嫌疾剩半年了 我很需要这家媒体啊 我很需要多一个电视台 来当 帮我们为事啊 这样才能打败佛友谊 或者柯文哲啊 对不对 民进党很清楚 媒体是最重要的 像我在电台 这个是小媒体啊 电视才是大媒体啊 电视哇 然后 专航赖清德 哇攻击 柯文哲 哇修理 活 活有余 对不对 他那个武器就很厉害了 所以他要赶快给他够啊 赶快给他上架 各位 道理就在这里啊 你怎么骂我 我不理你啊 你要来 我 全力委 算什么 民党就是这样啊 这是 NCC 那七个小海人 让人瞧不起的小海人 他们七个委员嘛 合一致 可是最主要就是陈耀祥主委 他是要保这个官位啊 今天如果他这样打下去 赖清德当下以后 官位绝对保啊 对不对 他帮你打险战 战功标柄啊 他可以 让媒体 不亲民进党的媒体 中天让他关门 然后让亲民进党的净电视 净电视烧了那么多钱 而且还 那么多人被起诉 包括裴尾啊 包括陈耀祥自己都成为被告 但是我就是要让他够 为什么我要让他够 因为赶快让他够 让他在嫌疾里面发生功能 这就是民进党的本事啊 你怎么骂我 我不在乎啊 那台湾这些 平面媒体你看 哇 什么自由啦 什么自由时报这些人 这个不用讲 他挺民进党挺到底啊 对不对 当然是这样啊 这些台独本来就这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 我有时候很闷的时候 我就翻翻自由时报 因为消遣嘛 消遣为什么 因为你看了你变哈哈大笑啊 你看了哈哈大笑 可以解闷啊 你如果脑袋不清楚 就很信他 但是我们脑袋很清楚 我们知道世界是怎么样 两岸是怎么样 知道台湾的政治怎么样 开看 这种新闻你也敢写啊 这种新闻会笑死人啊 这种评论 你好意思写啊 对不对 我们就在 我们把我是把自由时报 当做一个笑柄 每天 心情来解闷 就这样 那你看 民进党其他那些台呢 媒体 媒体要报什么 报三立吗 弟弟如何把姐姐吃掉 又姐夫刚死 姐姐张秀被剃出董事会 我节目上讲啊 你看台湾其他媒体谁敢讲啊 是不是 大家 大家敢讲吗 不敢讲啊 然后烧死六个人的 年代艺电视老板 电台生 现在出国说 我要出去参加儿子毕业典礼 你 为什么 你不是被限制出去吗 没关系 我缴钱我可以出去 原来法律告诉我们 有钱人是不一样的啊 你不怕他跑了吗 是不是 他现在被 现在法院正在办他的案子啊 大家记得吧 可能一堆人都忘了 是不是都忘了 钱贵 KTV烧死人 两年了 各位朋友 你有看到媒体有什么大肆的报道吗 没有啊 各位就是怎么回事啊 所以台湾 你有时候要看这些媒体 你还在听听我 我才不管你什么党 我都会骂 我当然骂民党比较多 因为他执政嘛 民党不要脸的人都嘛 我我讲了 所以人家说小董你蓝营 蓝营我也会骂 没没错我比较偏蓝营啊 看蓝营我也会骂 被我骂的人太多了 可是 我们要做评论 这个本来就需要啊 我刚看一个新闻 看了很感慨啊 宜兰有个议员啊 他叫庄熟炉 熟 咸熟的熟 三点水 台湾女生很喜欢用这个诗 炉呢 炉翼的炉啊 庄熟炉 他险上宜兰一人 吊车尾当险了 可是今天宜兰地方好演 判他当险如孝 还可以再上诉 但是二审一定也会 维持当险如孝 为什么 因为他爸爸 出去碰到朋友 帮他买票啊 顺便帮他买票 所以买多少呢 四千块 他爸爸花四千块 四千块 再买个一两票啊 碰到 外面碰到朋友 你支持我女儿 这个钱给你 所以这个就算费嫌了 你儿子不知道 你儿子不知道 我并不知情啊 但是 你爸爸帮你买票 所以你当然当险就无效啊 他爸爸就被判刑 因为收了钱 那个人指证 没错他给我四千块 那他爸爸就被判刑 买票 判两年 十个月 今年五月才判的 当然也可以再上诉 这都是地方法院的判决嘛 我们法例是三审 一般来讲 当险如孝 二审就可以决定了 那大家可以看 这样案子 你儿子 没有话讲了吧 对啊 那小董你要评论什么 我的评论很简单啊 今天装熟炉如果是民进党 没有事啊 那小董你又来了 你就讲政治 我举例啊 民进党的立委 原住民立委 叫陈寅 陈寅的爸爸在陈水扁时代 当言明会的主委 就是言明部的部长 最大 他手指他的 手下的秘书 公务员 还有他 言明会其他的职员 去帮他女儿买票啊 后来被抓到了 有人言及吧 那他对手阵营也有人 他是要支持对方的 你怎么要来 买票对不对 他也耳闻了买票 然后当事人说 有我被他买 我拿到钱嘛 拿到好处嘛对不对 然后出来了 结果呢 结果一直不判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很生气啊 因为这个十几年前 我说这什么法院 法院是谁在审 哪一个果冠在审理啊 我就每天骂 后来他爸爸 那個案子判了 七八年八九年 才一审判他爸爸有罪啊 为什么 因为他是民进党 他爸爸是部长 部长帮女儿买票 结果陈寅当选了 陈寅当选 有没有效 当然有效 他是民进党啊 他爸爸帮他买票啊 爸爸帮女儿买票 女儿的立委有效 因为他是民进党 爸爸 爸爸帮女儿装俗儒买票啊 这个爸爸很可怜 才买四千块 四千块最多买两三票嘛 对不对 他爸爸叫庄阿养 阿弥陀的阿 服养的养啊 这名字都 都吐气 都亲切啊 庄阿养帮他女儿 庄淑儒买票 庄阿养判刑 判刑两年六个月 庄淑儒今天被判 当选如孝 因为他是国民党啊 小董挤出来了啊 对不对 我讲就是 在台湾社会就是这样啊 同样的爸爸帮女儿买票 那这个爸爸帮女儿买票 还不太严重 只花四千块而已嘛 四千块来 人买什么票 最多两三张嘛 对不对 根本无关 能不能当选 但他只是说 啊女儿在嫌疾 我帮他一下 淘个腰包 你呀托我女儿这个钱给你 结果被捡挤了 买票属实 没有话讲 小董不知道替他喊烟 小董只是替他不值得 你应该加入民进党啊 你加入国民党 司法本来就在对付国民党的 我讲的哪一点错 国民党以前在六天当党编 庄淑文啊 庄淑文我也认识啊 后来他去当清民党的发言人 庄淑文啊 他有天碰到我 董哥我中午听你节目最爽 庄淑文你有没有在听我不知道啊 庄淑文 的爸爸 庄辉言 李登辉的辉 一言两言 一言互死 一言的人 是水利会会长 帮他儿子买票 爸爸被抓去关了 庄辉言被抓去关 儿子当选如孝啊 因为他们是国民党 各位懂了吧 只要国民党 的爸爸和妈妈 你去帮你的儿子女儿买票 通通当选如孝 通通判解有罪要坐牢 只要是民进党 没事啊 陈寅的爸爸被我一直骂 后来骂到怎么样 因为我每天 我也不讲你是什么法官啊 我说那狗官还不判 你还白吃白喝啊 我每天就羞辱法官 后来二审 他爸爸就职好去坐牢 很多人讲小董你太狠了 我说我没有要他坐牢 我说你法律要公平啊 他是张辉言坐牢好几年他才去坐 他买票比张辉言还早 颁奖所见颁发 我们这个喝水 好 准备要不要先讲一下今天的行程 今天 等一下两点要上 新闻大白话 就是TVBS五十六台 宅仙主持的 好 然后四点 我就是会上头条新闻 好 就是中天的头条新闻 做疫情主持 谢谢 那我们昨天还有一个 张淑芬没有念到 是淑芬 淑芬每次都给我一大笔 他非常感谢 他董哥最懂 真心话 对啊 真的是 没有人懂吗 其实讲话 好听 这是台湾 目前的 情况 就是我 好 谢谢淑芬 然后今天的我们 从柯小姐开始 是 柯小姐 回离萍柯小姐 非常感谢 他是我的粉丝 谢谢 非常谢谢柯小姐 铁人 好 然后艾利克斯 谢谢 他也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很感谢 是 然后道阳 道阳 来了 是 谢谢道阳 他给我支持 非常感谢 然后是 太阳 他也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好 谢谢 然后 朱金刚 谢谢金刚 给我一个小动物 是 非常感谢 然后 毛毛 是 毛毛 他说 支持小董 小董真心话 谢谢董哥真心话 好 温身话 垃圾 快乐的 颜色的事 然后 就是干净各种 没错 坏事 张事 没有错 然后 然后 那个 三字幕 他给我一个汉堡 谢谢 然后送丙隆 感谢丙隆没有留言 但是充满了感谢 艾利克 艾利克 M PEN 是 那 董哥要多喝水 是 在这四回时候的台湾 感谢有你 的正义之声 谢谢 好 我们准备回餐场囉 哦 每分一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 就把 欢迎小董真心话 所以我刚刚记得 依然依然装熟炉 国民党籍 党显如孝 为什么 因为他是国民党 他爸爸花四千块 帮他买票 因为他是国民党 爸爸判刑两年十个月 他上午依然地方还要宣布你 党显如孝 哈哈 各位朋友 因为他是国民党 如果是民进党 就有效了啊 我刚不提出来吗 陈盈吗 陈盈是民进党的 原住民立委啊 对不对 原住民立委啊 他不是因为原住民受到 司法的垂青 他是因为民进党啊 他那时候也被人家 你那个 你那个前夫在美国 为什么可以当你的助理 你有没有诈领助理会 没有 我也不晓得啊 反正他助理会 他也没事啊 买票他也没事啊 为什么 因为他是民进党 我讲 道理就这么简单啊 那 他爸爸叫陈建联啊 当过国民党台东县议员 台湾省议员 台东县长 国民党不问去议委 在国民党里面他都乖乖的没有事 陈水扁当总统把他找去 当颜民会主委 挖角啊 他背叛他的国民党 国民党从我刚讲 县议员当了好几届 再去当沈议员 你看沈议员 民国87年就废除了 所以国民党栽培他多久啊 然后栽培他当两任的台东县长 各位 你看看台东这么多年的县长 有没有原住民 没有啊 国民党挺他 他是原住民啊 对不对 被拦阻啊 然后 当了台东县长 当两年 两年当完以后 国民党让他当不问去议委啊 厉害吧 很照顾你知道吗 不问去议委哦 大家知道不问去议委那年是2000年 就是民国89年 那一届联赞落选了 落选以后李登辉走了 联赞当党主席 那一届就让陈建言当不问去议委 对他都照顾啊 结果民国90年 他就代表阿扁 去当民进党的颜民会主委啊 联赞弃了半死 联赞在回忆录里面有写到这一段啊 联赞的回忆录很好看 各位朋友 各位有空可以去看看 他是有点台湾近代史 尤其跟两岸啊 我也欠何友宜要多看 因为他后面有很重要跟两岸 联赞讲得最清楚 那他里面还有附 附录有好几篇文章 他的演讲稿 有一篇去芝加哥大学演讲 因为联赞是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嘛 他也在美国教书 所以这个协力是后真价实 论文是后真价实 你可以在美国名校 芝加哥是个很好的大协 美国有一个协派叫芝加哥协派啊 就说里面有很多协者 这个就好像 华山 华山派 或者少林派这样有没有 所以他是一个变成一个协派 那我讲喔 当然啦 整个过程 如果你要嫌疾 你去看联赞讲那个两岸 他的奴隶 还有他做的哪一些方向 真是好看 那小董啊 我刚刚讲这些喔 我也在讲 台湾的司法不公 他在嫌疾里面尤其不公 不用讲嘛 对不对 台湾 司法最不公啊 司法帮民进党嫌疾当打手 尤其那些检察官啊 大家都努力了 去帮忙打国民党 然后去操查国民党 所以现在 为什么大家对司法不信任 司法 检察官去办高宏安 高宏安就当选 高宏安本来民调第三啊 司法一直打他 然后再加上支撤会去打他 去告他 然后民进党会做的人看 老百姓就同情嘛 你叫支撤会他过去认职的单位 说他说高宏安抄袭我们的 啊抄袭那个作者是谁 那个作者就是高宏安 高宏安自己抄自己啊 他说 因为他过去在我们在那边认职 他写的东西就 产钱 版钱属于我们 他不能引用 他不能引用到他 的其他地方 各位朋友 好不好笑 你今天看到了台湾 用这种方式在打选举 就是民进党 司法在打啊 是不是 他民进党用司法努力去打林之庙 去林之庙已经当县长了 其他县长官邸搜索两次 你看地方都大的震撼啊 县长因为贪污被检察官派人去搜索他 县长官邸 哇这个新闻 可是大家同情林之庙 你们这些检察官就是搞这一套嘛 对不对 那检察官是每天不是被人家嘲笑吗 抽号叫梁光吗 梁光是我取的 因为他叫梁光宗啊 光明正大的宗 光 祖宗的宗啊 我也不找 他最好叫梁太祖啊 我跟你讲梁光宗 结果他去查了 老百姓不相信司法 林之庙的票投更高 各位好笑 我讲哦 你在台湾看这些真好笑 可是又怎么样 他只要办了 即使民进党还是显书 可是法务部会感谢他嘛 你表现真称职啊 对不对 法务部长保官位 因为罗秉承一直想干法务部长 行政院 政务委员 前一任的发言人 很红啊 罗秉承是法律辅助基金会的董事长 大律师啊 他一直想干法务部长 这个法务部长是检察官出身 叫蔡清祥 他一直在保官位啊 你看他跟诈骗集团在张学良故机 新竹的张学良故机 哎呀有说有笑还合照啊 他没事啊 哎呀别人啊 别人哪些检察官你跟谁 哦你刚好跟哪个诈骗集团 怎么样怎么样 通通有事啊 碰到其他检察官 原办 碰到自己 啊我跟他不熟 蔡清祥羞羞羞羞脸 是不是 当然他也姓蔡嘛 可是你可以看到 哦这种人 半白的检察官 霹雳手段 碰到自己 哦我跟他不认识 不是羞羞脸而已 各位朋友 这就是民进党的情况 大家都在保官位啊 现在 如果民调 今天就投票 赖清德当选 所以很多人还是要赖清德啊 那现在赖清德在选举 选举哦 哦 两个对手来势汹汹 所以我们 哦应该想办法 帮赖清德 让赖清德感 感受到我们没有在帮他 赖清德当选总统以后 哦 我的官位要保住啊 陈吉仲 我的官位 我好不容易干农委会 主委身上农业部长 所以我一定要出来抗 抗水 哦 抗姚庆龄 你怎么可以让世家消到中国大陆 你出卖狗格 哇 诶 那你农委会现在还让一百多项农衣产品 不只一百多项 两三百项 都在大陆卖啊 那你卖了多少狗格啊 是不是 你已经卖了七年多了 你们执政七年多了 都一直在那里卖啊 你的狗格在哪里 没有 我要骂他 因为我要表示 我很忠于 民进党忠于 赖清德 我要保官位 蔡清祥保官位 陈吉仲保官位 NCC 陈耀祥在保官位 大家看嘛 对不对 现在民党就是一个保官位大战啊 所以 莱清德正在看哪些人比较中心啊 哪些人可以很行政不中立 用各种手法来帮我选上嘛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 台湾没有政党轮替就没有天理啊 对不对 民党执政就是大家一起来捞钱啊 大家一起捞 捞了你也没什么感觉你知道吗 对不对 就这样 所以他每个人嘴巴讲很老丁 哎呀要 要 台湾要有 主体性或什么 好好笑喔 每天讲在缓胡帽 东西都在中国大陆卖 依赖越来越重 然后呢 南向 南向赔那么多钱 不服嘛 对不对 就好像柯文哲说去冲绳岛 柯文哲卸任了前几天跑去冲绳岛考察 说我们的悠游卡要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呢 花了快一百万 得到的利益呢 得到利益几千块啊 各位 你怎么想 因为我要占这个便宜啊 我要占这个便宜啊 我要占这个便宜懂不懂 趁我还是市长的时候 我要占这个便宜啊 各位 这就是柯文哲 公家的东西我能够用就用啊 柯文哲就是这样啊 所以为什么 台湾民众党的那些干部 都仰在台北市政府跟立法院的民进党党团 他党团 办公室 党团是最小的党团 用里面的影音机什么什么大量用 哇 党部的人派来这里上班 又可以用这里的水电冷气 各位朋友 这就是台湾民众党 每天在装穹 占政府便宜 其实他有钱得很啊 很多人讲他怎么会有钱 我说因为其他政党 国民党党产被封查 民进党 民进党在北平 东路那里啊 民进党当然比较有钱啊 可是你还是比不上民众党 因为人家 人家的部分期立委是金控的女儿耶 你能够跟星光集团比吗 你都有钱 你说我们这个政党 我们还有几千万的补助金 怎么样怎么样 你几千万 人家几百亿耶 原来还是几百亿耶 各位朋友 都喜欢装啊 嫌疾每个人都装的 我很接近低气 我很穷 我很怎么样 所以我跟老百姓站在一块 你怎么会站在一块 我才站在一块啊 是不是 你们怎么会站在一块 我们才站在一块 我们去吃卤肉饭 我们骑摩托车 我们够的生活就是这样啊 我们不像你们都在吹冷气啊 各位 不一样就在这里 不是嫌疾时候 才每天出来讲这个啊 那你 占用的这些民脂民膏 是谁在缴税 就是我们在缴税啊 我们缴税给你去吹冷气 给你到兽神岛去玩 然后说我来签耶 来什么样 你不是好好笑吗 各位 不是这样吗 所以今天看到台湾社会 我有时候看很多东西 看起来我就觉得很不平 因为他的不公道 这是一个不公道的社会 然后很多人就觉得 不公道本来就很应该啊 对民进党本来就很宽容啊 我今天看啊 王世坚说他被何志伟告 庄瑞雄也出庭说我也被告 我 王世坚跟何志伟党内出选结束 就不应该告啊 为什么不应该告 他说 不能这样啊 庄瑞雄说我就奉陪 你本来就被告 而且庄瑞雄你被告会成立耶 庄瑞雄是律师 跟我也很熟啦 但你被告一定会成立 为什么 因为你说何志伟是下山案嘛 你指名道姓 骂他是下山案 你就会成立啊 你当律师你不知道吗 庄瑞雄以前也常跟我上节目 我说 但是当然就是 判居易克罚金嘛 何志伟为什么要告你 因为你去骂他的亲生爸爸 我们知道何志伟 他妈妈改嫁给陈胜红嘛 然后你去骂他的爸爸 说他爸爸 他爸爸 说他爸爸以前 把很多黑道引进民进党 还有脸来讲我们 没有啊 他爸爸拿来引进黑道 加入民进党 没有啊 因为你指名是这样 那你完蛋 为什么 我们记得喝水而已 我们刚刚念到 Eric M 是Eric Eric Pan 是M Pan 是他董哥喝水 谢谢我发出正义之声 非常感谢 然后林中达 谢谢中达 很感谢 他还给我一张很漂亮的符 非常感谢中达 然后道扬 道扬 有破破的好文 那 他说这个 就是陈寅 他讲陈寅 那时候 这个过程我曾经写过 张寿文 张寿文那时候我也写过 张寿文是引民国民党选出来的 爸爸张辉言 那个过程 所以大家看这篇文章 我不是第一次讲 那这白纸黑字 其实更清楚 可是因为今天 张淑儒这个案子 我又看不下去 因为他是国民党 他就被判当写无效 我不是讲说国民党不会买票 我从来不讲这个 我说 可是你在法律上 你要平等嘛 那我们施法永远是不平等 谢谢 好 再来是 smallie you 是 smallie you 是非常感谢 他给我一张漂亮的读 非常感谢 smallie you 是 谢谢你 然后 安妮 安妮 是 安妮 她双标 就是不公益 没有错 那安妮翘 谢谢 她给我很大一笔 安妮翘 是赵乔姐 谢谢 非常感谢 好 我们准备回现场了 99元 订购请恰 0283692698 时时刻刻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 to buy 欢迎小董真心话 是吧 那我讲 其实在台湾社会 我们下半年以后 过几天就7月1号了嘛 7月1号下来 那险战就剩半年了 这个就很热人 那当然国民党现在 我有一说 他已经请出金补充了 那 这要代表什么 最近的信息 都是很特殊的 说郭台铭 准备要自己选了 郭台铭要自己选了 郭文哲既然不跟我 我就选 那我要选的时候 我要并购民众党 哇 民众党好可怜喔 这种东西都是假新闻 各位 这种东西就是假新闻 政党可以并购吗 全世界你有听过 并购就是 你这家企业已经 已经 比较小 不一定经营不散 你这个企业比较小 那我大的企业 我把你并购 各位看很多并购吧 对不对 大家知道顶好市场被并购吧 知道松青超市被并购吧 我们现在好几家 大的那个 然后就 诶 为什么被并购 是 然后呢 家乐伍 哇 统一 也并购 大家都来 对不对 他是不是经营不善 不会他经营不错啊 可是有更大家的 那老板就说 哎我我这二十年来虽然经营了很辛苦 但是也赚钱 趁着这个价格不错就把卖掉了 那这个 另外一家 他本来也很大 加了你他就更大了 这个叫并购 政党 有办法去并购吗 并购的概念是什么 用金钱啊 你现在股票13块 我跟你并购 18块 哇 你说好 这个节股眼 他既然要用18块来并购我的股票 那我愿意卖嘛 就这样 政党被并购 这是假新闻啊 这百分之百假新闻 要打造什么 打造台湾民众等 好可怜喔 你看 那种大财团 全台湾守护 台湾守护 财大七处 要来并购柯文哲 柯文哲好微小 好可怜喔 好穷喔 穷人就是这样 假新闻 百分之百假新闻 但是 为什么要放出这个消息 因为我们一直被财大欺出 的财团欺负 被两个大党欺负 狗兵党跟民党 我们民众党好可怜 我们是小老百姓的党 所以年轻人 你的义气 你的正义之身 要来投注到我们 台湾民众党 假新闻 政党怎么并购啊 请告诉我 政党怎么并购啊 你多少钱你要卖啊 假新闻啊 我告诉各位朋友 但是喔 现在 因为国民党现在就是要 你要团结嘛 团结你要把各路的人马 譬如说7月2号 王金平要帮侯友宜办一场 那慢慢有些人会归队 所以侯友宜 这两天就找了金埔中 金埔中当然代表他跟马航九 我跟金埔中 我很不喜欢他啦 我跟他非常非常的熟 熟得不得了 但我很不喜欢他 因为他很多做事的方式跟风格 我非常讨厌 我老实讲 新闻界跟他两子最深的是我 其实众所作之啦 但我不要说 我有情绪我讲他坏话或什么 我不需要 对不对 我不需要 为什么呢 如果大家都来帮忙 侯友宜我是很欢迎的啦 你来帮忙 因为这三组人马 我觉得侯友宜是最好的 我就这样讲 并不是因为他是国民党 或怎么样 我觉得这三个人他最好 因为其他两个人 我非常知道 他们干了哪些事情啊 等比较靠近险级来 比的时候我来讲赖清德的故事 现在因为李选举还演啊 这个人如何的 糟糕啊 我告诉你 我都铁证如山 各位朋友 我真的就铁证如山 因为我一讲那个 他一定会告我 不管我讲真讲假 他一定会告 我等着让他告 没关系 但是他绝对告不赢我 为什么 我叫做铁证如山 我会在法庭上羞辱你啊 因为民党常常告我 没关系 等你赖清德在告我的时候 我到法庭我也会反控来告你 然后我 当场在法庭上羞辱你 你不敢来 没关系 我羞辱你的律师啊 我告诉所有的记者 这个人糟糕到什么地步 我一定会讲 各位 选举 当然很多人就 哎 你用不识东西 让我不当险 违反显霸法 如果东西是真实的呢 东西是真实的 我违反什么显霸法 不用来这一套 民进党那些大律师 我也认识很多啦 孤立雄最大 交手够 庄瑞雄 跟我是很熟啦 他也不会想跟我打官司啦 因为有一次庄瑞雄在 在台北地方法院碰到我 诶董哥 你来这边 我说我被告啊 真烦啊 你要跑法院 他意气填膺啊 正义感十足 董哥 你不要每天跑法院 这个案子交给我 拿一个王插蛋 他有讲数字 拿个王插蛋 我一定帮你把这个官司打赢 我说不用啦 瑞雄不用 那天在那里 沒關係啦 这样你不用跑法院啊 我说告我的人是 民主进步党主席 游锡坤耶 哈哈 整个脸就垮下来了 我记得那一幕很好笑啊 我说告我是 民主进步党的主席游锡坤耶 我被民进党告 这是当然 我讲的是实情啊 我不是开玩笑 真的我碰过这样的场景 那民进党当然有很多大律师啊 但是 我们在 我们在法律上啊 当然 我也知道你要怎么公我 我也会做很多防疫啊 但是 在选举里面你要看 哪个人是最适合台湾的人 台湾的未来绝对在两岸 各位不要听美国人那些鬼扯 他就是要卖你武器 然后美国又 众议员又很多人来台湾 来怎么样 我告诉你 美国如果真的要表示 你很支持我们的话 请宣布跟中华民国建交啊 你讲那些都是假的嘛 对不对 你所有讲的都好听 东西都是假的 你是故意要去刺激中共说 你如果 你如果这个不让步 那个不让步 你如果又想超越我们哦 我就跟对台湾好 你就拿 我们 台湾 来气你的男朋友 懂不懂 很多女生最喜欢这样嘛 我假装跟 哪个男生很亲了 来气我的男朋友 你还不对我好 我可能就要跟他走了 好类似这样啊 我们台湾就是被利用的工具啊 所以什么那综艺员 哇 蔡英文接见啊 又来了又怎么样 好好笑哦 你们这些人要不要脸啊 一直叫台湾跟你们买武器 那你要不要跟台湾建交啊 建交才是真实的 其他都是假的 那我跟各位朋友 当然美国不会跟你建交嘛 对不对 那他现在又要放出来了 所有IC片 所有的那种投资 他现在规定啊 所有IC 通通不止消中国大陆 今天的美国媒体报道 然后呢接下来 会有更大的动作 所有你那种 那种大的企业或什么样 他会做更多的抵制啊 政府不准你去就是了 你不是贸易自由化 你不是贸易自由化 贸易自由化 我这家公司老板 我要去哪里投资 这是我的自由啊 我有缴税啊 不是贸易自由化 没有美国讲贸易自由化 是骗人的 对不对 美国就单边主义嘛 美国 美国说我是世贸 世界贸易 WTO的会员 你从来不遵守啊 你从来不遵守啊 你遵守的话 你怎么会有301条款 用来攻击每个 跟你不配合的国家 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畜生国家 各位朋友 我讲哦 所有的道理他都知道 他都用来要求别人 他自己都不做 美国最没有人钱 大家也知道 被我讲太多次了 对不对 但是 你今天看台湾的选举 台湾的未来在两岸 不在美国啊 当然美国我们 不一定要跟他敌对嘛 但是 你要去提防他是一样的 好 你都要提防啊 周遭很多地方 你都要提防 但是 你如果 看美国的做法 你当然自己心里要有底啊 那这样的人 哦 谁比较适合 谁比较稳定啊 一个搞台独的 一个过去是胜利 茉莉台独 的柯文哲 现在假装自己说很为两岸 我两岸我就怎样 柯文哲那时候 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全国最红 前面那四年 2014跟2017 这四年 柯文哲是全台湾最红的人哦 他讲什么就什么 最大 对不对 2014到2017 2018他跟民进党闹翻了 民进党就派出姚文字 他就是出来选 台北市长 那柯文哲那时候是 前台湾最红 然后 他那时候干嘛 他那时候什么都做啊 但是 我告诉各位朋友 你台湾哦 你要看清楚 现在柯文哲所讲 所主张的 都是过去柯文哲所反对的 简单道理嘛 谢谢 不好意思 谢谢 我们剩下两个斗内 我们刚念到Andy Talk 是 谢谢 Andy Talk 赵小姐非常感谢 然后洪阿娃 非常感谢阿娃 然后GinoGino 非常感谢GinoGino 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感谢 好 谢谢 谢谢董哥